大家肯定都想不到的一个人,那就是康特的表妹。 你们可能都不会想得到,康特的表妹知道婆婆所做的这一切, 自己心里也在打着靠近康特的主意, 毕竟自己喜欢了康特这么久,又将会有什么事情要发生呢? 康特的表妹,一个精明而又心思细腻的女人, 她的眼睛总是能洞察到家族中的每一个细微变化。 最近,她注意到了婆婆的异常行为, 那些偷偷摸摸的电话,那些神秘的外出, 还有那些突然对阿祖法家的关注。 她的直觉告诉她,这里头一定有文章。 她开始悄悄地观察,慢慢地搜集信息, 直到有一天,她终于揭开了婆婆的秘密。 原来,婆婆一直在背后策划着, 想要通过房东事件把阿祖法和孩子赶出家门, 然后再以救世主的姿态出现, 赢得阿祖法的信任, 最终达到和阿祖法一起住的目的。 表妹的心中五味杂陈, 她对婆婆的行为感到震惊, 同时也对康特的处境感到同情。 她知道, 康特一直是个顾驾的男人, 她对阿祖法的爱是真挚的。 但现在, 她的家庭却因为婆婆的计谋而陷入了危机。 表妹的心思开始活跃起来, 她知道, 这可能是她的机会。 她对康特一直有着不一样的感情, 虽然她从未表露出来, 但她的心里始终有她的影子。 现在, 她看到了一个机会, 一个可以接近康特, 甚至改变他们关系的机会。 她开始计划, 她想要在这场家族的风波中扮演一个角色, 一个能够帮助康特, 同时也能够让自己更接近她的角色。 她知道, 这需要谨慎和智慧, 她不能让自己的行为引起婆婆的怀疑, 也不能让康特感到不舒服。 表妹首先找到了阿祖法, 她以一个关心的姿态出现, 她告诉阿祖法, 她愿意帮助她和孩子找到一个新家, 一个远离婆婆阴谋的新家。 她的语气中充满了真诚, 她的眼神中透露出对阿祖法的同情。 阿祖法被表妹的突然出现和提议弄得有些不知所措, 她的心中充满了疑惑。 她不知道该不该接受表妹的帮助, 她对表妹的动机感到不确定。 但她也明白, 她需要帮助, 她和孩子不能就这样无家可归。 表妹没有给阿祖法太多思考的时间, 她迅速地行动起来, 她开始四处寻找合适的房子, 她甚至还联系了一些律师朋友, 希望能够为阿祖法征取到一些权益。 康特得知表妹的行动后, 她的心中充满了感激。 她没想到表妹会在这个时候伸出援手, 她对她的看法有了改变。 她开始重新审视和表妹的关系, 她发现她并不是她以前认为的那样, 只关心自己。 随着时间的推移, 康特和表妹之间的关系慢慢变得亲密起来。 他们一起面对着家族的风波, 一起为阿祖法和孩子的未来努力。 康特的心中对表妹充满了感激, 她开始意识到, 表妹可能是她真正的朋友, 甚至是更多。 表妹的心中也充满了喜悦, 她看到了康特的变化, 她知道她的计划正在慢慢实现。 她开始幻想着和康特的未来, 她希望能够成为她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 然而, 表妹的心中也有一丝愧疚, 她知道她的行动并不完全出于无私, 她对康特的感情让她的行为有了私心。 她开始反思, 她是否真的应该利用这个机会, 她是否真的应该介入康特和阿祖法的生活。 这场家族的风波, 让每个人都不得不面对自己的内心, 不得不做出选择。 康特、阿祖法、 婆婆, 还有表妹, 每个人都在这场风波中寻找着自己的位置, 寻找着自己的幸福。 康特的故事, 就像每一个家庭的故事, 充满了挑战, 也充满了希望。 他们的生活, 虽然充满了不意, 但他们的心中, 始终充满了爱和希望。 他们让我们看到了, 在这个世界上, 只要有爱, 有坚持, 就有希望。 他们的生活还在继续, 他们的心中, 始终有一束光, 照亮着前行的道路。 他们知道, 无论未来怎样, 他们都会和家人一起勇敢地走下去, 因为在他们心中, 爱是永恒, 希望是不灭的。